大家好,我是KKTrader 股市有风险 投资要谨慎 嘿,大家好 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五,2022年 好多天没有上市田 今天呢 来和大家再 说一说这个市场的情况 还有呢 我在我的模拟账户上买了一些股票 也不算股票吧 反正有些位置我刚刚进的 然后涨了,所以这只股票想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这只股票我也已经盯了好几年了 它这个价位现在呢 我觉得这个价位也不错 而且前几天 它的跌的价位 也跌了不少 我没敢进,因为最近的话 也不知道情况到底怎么样 战争呢,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 所以情况还不明朗 又做加息,结果这几天又大涨 今天是周五,所以操控和大家呢 分享一下这市场上的情况 先说一说,然后跟大家 再分享一下 我进了几个单子在模拟账户上 现在对市场不明朗 所以做一下模拟 盯一下几个单子的盘面情况 所以这样的话呢 对自己一个判断呢 也是一种考验 哎,这张单子买的好不好 好的,我们看一下资讯情况 市场回顾美国股市上涨 标普500指数有望成为 2020年来表现最好的一个月 然后这几张涨的都不错 10%亚马逊今天涨的 前阶段我去那个Lowes 那个Cashier告诉我 他买的价钱115 然后我回家一看113了 不对,他买的113 然后我也盯了那两天 到过111 110块钱 没敢买 可以在设定单上 我好像买没买这个我忘了 所以这只股票的话 是否有什么进展 今天大涨4.36% 苹果又到162 能不能到80块钱 佩洛西在那买的那个期权 然后是这个 他也涨了4.63% 好嘞,新闻要点 当前全球市场的头条新闻 美国商务部周五公布 6月份 美国消费者支出增长1.1% 远高于全一个月 原因是 他们面临更高的通胀和利率 国债投资者 为经济衰退做好准备 美国以Madonna 达成17.4亿美元协议 更新新冠肺扬镜头 美元连续第二个月上涨 石油价格没有出现正常的 衰退相关下跌 汽油的大数字 随着汽油 零售价格从创纪录的高位 继续回落 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看到街角 和路边的汽油价格上涨 大型科技公司的统治还没有结束 这三只股票看起来买入强劲 微软280 亚马逊134 苹果162 谷歌116 Meta降了1.01 都是100多块钱以上的股票 英特尔 英特尔36降了8.56% 英特尔业绩受挫后市值落后于AMD AMD94.47 它也上来了 前年段是80多 对70多都没有感情 现在90多 如果到红的这个位置再买进来 现在是在高处 我是这么认为的 萨默斯表示 波威尔中信一律是一先情愿的想法 公司当天的头条新闻 优户23.155 推特41 雪佛龙 雪佛 迪斯尼106 英特尔36 特斯拉股价上涨 之前 Elon Musk 对通胀 表示乐观 今天涨到891 因为他不买推特了 所以他的钱又回到这上来了 他为推特做准备 现在推特 他不买了 所以 这个特斯拉的股价会上扬 但是他的股价还是很高 另外听说 他的车着火了 所以 我对这个特斯拉股价太高 我也有点疑问 另外他的性能 还有电池 还不是很稳定 还不敢买特斯拉的车 低太阳能 99.17 美联储的波斯蒂克 表示经济可能没有陷入衰退 需要更多加息 亚马逊股价飙升 华尔街预计 未来将出现更快的增长 埃克森美孚跳过胜利之旅 大涨4.63% 看一下那条图 他又大涨 这一波是否结束 不清楚 96块钱 优步推出新应用程序功能 以吸引司机 保洁 史泰龙 史泰伯 股价在财报中后 下跌 保洁 PG 消费者对通胀和美国经济 持日悲观态度 情绪调查显示 7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 降至51.5 但仍接近历史地点 略高于本月 早些时候读书 但仍接近有记录以来的 最低水平 美国人非常担心通胀 并试图削减开支 对 扰股 股价暴跌26% 收益广 受厚并 我们所有担忧的总和 美国银行证券表示 由于应用商店增长疲软 广告支出疲软 苹果 第四季 财报服务收入 增长 收入增长将放缓 投资和交友都 应遭 掩余长远 一旦找到正确的事业和 一同前行的人就要全心投入 接下来 持续经济几年 几十年 就能从人际关系 和经济利益上 获得巨大的回报 因此 富力效应非常重要 康卡斯特 股价 继续下滑 定户压力 导致一些分析师离职 研究显示 大多数投资者 仍然不了解风险和回报之间的关系 例如 受访者表示房地产比股价更安全 但产生的收益更大 你肯定 你几乎肯定没有正确理解风险和回报之间的关系 新闻要点 当天全球市场的头条新闻 美国商务部周五公布 六月份美国消费者支出增长1.1% 远高于前一个月 原因是他们面临更高的通胀利率 不为通胀风险给出强劲职业 亚马逊或华尔街畅多 亚马逊股价飙升12% 销售和节节攀升 AWS增长 克服了连续第二个季度的亏损 英特尔股价暴跌11% 此前英特尔盈利大幅低于预期 推特向托斯马斯克买下他蛋 有个小问题 什么小问题 推特在起诉马斯克要求其履行具体业绩 这是一种罕见的补救措施 需要马斯克完成合并 不幸的是提出收购该公司的 不是伊隆马斯克公司 而是伊隆马斯克 单凭这点就可以阻止强迫症 法令依据在于该国在19世纪禁止奴隶制 马斯克很有道眼 情绪调查显示消费者对通胀和经济持悲观态度 埃克森雪佛龙和翘牌股价飙升此前 他们公司公布了创世纪的高能源价格利润 特斯拉电动汽车的价格会随着通胀的加剧而上涨吗 伊隆马斯克有什么要说的 周四他对通胀做出了预测评深入 研究了全球警告 马斯克大胆的通胀预测通货膨胀可能正在下降 他观点发表之际 美国的通货膨胀率正徘徊在40年来最高水平 美国劳工部7月初公布的数据显示 6月份整体消费者价格指数为9.1% 为198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6月份支出大幅攀升 但主要是因为高通胀 美联储最爱的通胀指标重新加速 6月核心TCE物价指数超预期 6月份通胀指数越升 扭转了5月份的小幅下降 今天的排阴前推动者 Uku Amazon Intel CBX 7月29日 最大的升级和降级Meta Intel Qualcomm Uku 钟声响起之前 埃克森美孚公司公布了创世纪的第二季度利润 市场闻风而动 一文详解美国最大规模气候投资法案 网远了说刺头 民主党参员 麦钦以一己之力 搅黄法案直接导致了期 隔职7个月 网近了说就在两周前 麦钦仍旧一步不退 明确表示反对立场 一度使得通过气候法案的希望 瓶铃破灭 美股7月牛巡榜 单出入新股上 乘数科上市 时日狂涨23倍 美股7月 欧莱雅CEO因生产成品成本上升 可能会继续有针对性的提价 但既不但油价波动 不改景气趋势 邮运股下半年值得期待 IPO前百度优步创始人 特斯拉卡兰尼克进军云厨房市场 天还有云厨房 忘了金灵宝可梦吧 Snapchat 想让你在AR游戏中猎杀鬼魂 美团呈南下金矿 金中金公募基金 是未来南向资金流入阻力 马斯克认为特斯拉大宗商品价格下降 通胀将会下降 听到这个 卡雷马斯克的大宗商品降价的话 通胀才能下降 所以特斯拉是否要降价 美元下跌 金价创商五月以来最大单周涨出 确实金价涨了 耶伦看到了在保持强劲的就业市场的同时 降低通胀的途径 对冲基金并不买入大型科技公司 长期成长型股票现在很火爆 亚马逊 亚马逊苹果 谷歌 保洁公司的盈利 前景 索尼公司 索尼集团 索尼 跌了 28% 索尼我对他印象也是不错的 没有股息 不好 油价上涨交易员的目光 聚集于下周的这一关键事件 什么事件 在供应紧张和美元疲软的推荐下 油价周五上午在亚洲交易时段小幅上涨 投资者将注意力转向计划中的美欧领导人会议 石油输出国组织OPAT 以及包括俄罗斯在内的盟友将于下周宣布 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收益 遇了随着利润激增石油巨头 处于显微镜之下 亚马逊在盈利节节攀升自己强调 与印度汽车巨头的电动汽车合作 对我听说过 因为我有一个房客曾经说过 印度 他们发明了一种车非常的便宜 两千美金就能买一台车 所以亚马逊的这一个 这个这个 动作值得关注 摩根斯丹利的迈克威尔逊警告称 美联储卸任后 股市反弹是一个陷阱 他说六月低点不是熊市的最后一步 摩根斯丹利的威尔逊 对2022年股市的低迷 做出了正确的预测 但他并不相信股市已经跌至低点 我也不相信 此前美国主要股指在美联储周三决定 在加息75几点至2.25% 至2.5%之后大幅上扬 美联储主席 波尔表示尽管9月份可能再次加息75几点 但这一决定将取决于即将公布的经济数据 投资者找到了欢呼的理由 尽管波尔断言美联储将压低居高不下的通胀 经济增长需要低于趋势水平 但交易员认为美联储有可能放慢加息不乏 没有理由改变他们对联邦基金利率最终达到3.5%以下的预期 美国股市周四走盘震荡 但收盘时又出现了一轮大幅上涨 投资者消化了第二季度国内生产种植的GDP的估值数据 但该数据显示美国经济按年率计算收缩了百分之0.9 分析师说在此之前今年第一季度 经济收缩了百分之1.6% 凸显了人们对经济增长急剧放缓和潜在衰退的担忧 但也强化了市场对美联储 将很快放缓收紧步伐的预期 公司当天的头条 美联储委员会和美联储存款保险公司FDIC 发表一名一封联名信要求旅行者停止发布 虚假和误导性的声明 苹果销量保持弹性利润下滑 亚马逊连续公布连续第二季度净亏损 那还涨价 当天全球市场的头条新闻 股市收盘走高 延续美联储之后的涨势 尽管数据显示美国经济连续第二季度下滑 但股指仍在盘上这个 就说不明白 就没有道理 所以这个涨还是在又多 还是真的在涨 这个涨的没有理由 油价将每周上涨 市场吃紧抵消了 对经济泛黄的担忧 美日元报精选 汇丰建议关注港股五个投资主题 冲击美国经济列车向衰退失去 叶伦表示美国经济目前没有出现衰退状况 美国正为世界提供急需的小卖丰收 Facebook将停止向美国新闻出版商付款 马克扎克伯格重塑Facebook母公司 Meta的努力早期受除 公告精选太平洋航运中期 纯利同比增1.9倍 至4.65亿美元 名创优品再批沽空报告 今日华尔街美国第二季度GDP环比 年率下滑0.9% 衰退担忧笼罩经济 这7月28号的消息OK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和大家说的 这个 我的模拟盘 我进入的单子 大家来看一下我的单子 我进入的单子OK 我进入的单子 在这儿和大家看一下啊 我的单子 我的持仓情况在这儿 这是Money S这个Dollar sign 还有这儿Money 这是Money账户OK 我自己在这儿上 我自己在这个 微牛没有账户了 我都转走了 我这个买的现在都涨了 438% 成本价它1块5毛9 现在它已经涨到了8块6 我这个没有加单 我还在等它在跌价不跌 所以在回调的时候 也许我会逐步建仓 然后呢 我这个呢 是这个是一种 这个电池的一个板块 电池OK 资源嘛 它是电池 理电池的一个板块 我呢 我尽竞买入了 我的成本价值是6块9毛8 现在价钱是25块4 我是前阶段 在低点的时候进去的 Microsoft 我也是前阶段进去的 215 现在280块钱 可可可乐51我买过 我一直没有动 Apple的话呢 130块钱 前阶段在低点的时候 我也进去了 原来我买的是 119 后来一看又在涨 这个是我前几天加的单 我建的仓 30块 因为到过28 29 这个它到过这个价钱 OK 它到过这个26 那天我也不敢进 因为已经跌破了这40毛 然后30也跌破了 我有点害怕 实际在这里卖进去 26 这个是我盯了好几年 我在这里买呀卖呀 买过很多遍 这个是ETF 现在呢 我那天又加了 我是本来是 30块多买的 平均价我的成本是30块七毛九 那天我是在盘后 加进去的 Home Depot 261接进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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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3那我这是原来买的 接进来的 264这个的最低价多少 264 然后呢高盛买过 293 这是我前几天加的单 293在这的时候加进来的 我一看在这不好 我一看这个单子 然后到这不好 我一看不行 我得加进去 没买到最低点 然后这只股票呢 我又给他加进来了 这个是我以前买的 我又加了一手 这个我原来的价位是9点几 这个又跌得这么狠 我也把它加进来了 它跌得最低的时候没加 这个应该加进去 这好像要拉涨 这只股票OK 这只股票要拉涨了 所以呢 有些股票要盯着 但是他这个会会再回过来 一次像这个走市一下 走个第二个波 然后再下来 是否到10月中旬的时候 再进单 大家要拭目以待是吧 所以这个股票没进来 前阶段在很低很低的时候 没有进来 这个呢也没有进 没进 但是现在这个 怎么情况不太清楚 这个呢我接进来了 多买点 应该在这儿进 然后我一看见 超过这个了又加点 又加进去了 然后这个呢 33块钱 现在31这是一赔的 OK 所以我和大家呢 就说这几个 这个我加了很大的仓 一般我就一手一手的买 如果有跌倒 再拉低一些价位 这样子 所以这个呢 和大家介绍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股票呢 今天我们再来看一下亚马逊 亚马逊的话 也可以值得关注 你知道 亚马逊可以 内美英伟达 可以关注大家 因为不说快乐 是一个老公买这只股票呢 但是在这个 主力为什么能够组理下来 再给大家一个机会再进去 不知道 但是100多块钱的东西好像是 还有英特尔 英特尔的话呢 没得对他太注意 嗯 因为这个 iPhone的话比较 Amazon的话110块钱 我去那个 Lowes 那个店员跟我讲 他113块钱进的 他买了1万块钱的 Amazon 然后呢 到了110 我想是不是再能跌下来 然后涨上去了 大涨 所以是否再给一次机会下来 还是等到10月中旬 大家等待这个时间 还是怎么样 都注意一下 是不是 然后今天看一下QQQ 他那个 还有一个主力位在这 OK 如果穿过这点 那就行了 那就可以进场了 还有一个指标 大家可以看 周线图的话 连续拉三根阳线 就是个好罩头 第四根 如果 你这个连续拉三根 不行下来了吧 所以呢 像这些 我在这发的线太多了 这线太多了 像这边连续拉三根阳线 然后又继续走到 这个时候 就要考虑进场 但现在 美股是否是牛市 现在跌到位置了吗 所以都不清楚 是否这些大佬们认为 这个位置是可以干嘛的了 这些机构认为 这个位置可以了 还怎么着 这些位置是否可以 OK 美股应该怎么走 战争还没有结束 这个经济萧条 这些通胀还没有结束 所以大家还要慢慢的挡败 是吧 应该继续观察 今天的三个指数都是阳线 看见了吗 三个指数都是阳线 所以 这个支撑线 这个阻力位 是否能穿破这个 很重要 周一 周一很重要 还有道指 也是周一很重要 这根线 是否能被 再冲破 再走高 因为这都是主力位 这些是主力位 OK 是否再向这个拉高 然后又拉高 然后继续下跌 这个呢 走了一个波段 又一个波段 这又一个小波段 这个呢 走一个波段 两个 三个 是否会继续走跌 所以看这些消息也好 什么也好 慢慢继续看 这个川普概念 是这一个 也跌得差不多 然后又涨了 又再再开回来 是否继续这个跌的 蛮厉害的 这个有机会 都要四季的入场 这个跌到五毛几的 没有进 然后这个人 一直没有出 这个把我停坏了 现在又回来了 所以是否能够走高 我也不敢卖 就在那里放的 反正是退休账户 我可以向大家说一下 我的退休账户 也是受了很多的水 但是呢 我的 个人账户 没想到去年 还赚了一点点 我本来以为赔了 想让他比比税什么 结果 他又挣了 七千多块钱 也是通过短档 就是说 就是进进出出 这样赚了钱 有几支笔 掉过赚了几千块钱 所以说 也是做了几个 很漂亮的 这个交易 做短线 然后看到低点 然后看到要涨了 然后进去 进去之后 看到涨了马上出来 进去一千股 出了一千股 就赚一千块钱 那么做 做了几个短的回合 然后去年一直在忙 就在股市上 没有进行交易 没有进行交易 但是都在看盘 如果交易了 我有几支股票 被套牢的 就是交易了 没出来 一定要砍 因为当时 对那支股票 不知道情形 所以就越跌越回 但是 如果现在砍仓的话 就比去年一分没赚 也一分没赔 所以 也就在那里放的 没多少钱 没有多少钱 但是那个 就等于那些钱 就等于白来的 赔了就赔 赔了就赔了 赚了就赚了 就在那里放 没多少钱 所以呢 是这种情况 然后大盘会继续怎么走 大家继续观察吧 我在这里就和大家分享一些 这些讯息 我观察的一些股票 特斯拉又在涨 我跟大家说了 他又冲出去 这个盘整的阶段 是否能再回来 再给你个机会入场 因为他不买推特了 所以资金又回到这里 还怎么样 大家要如果 有特别明白特斯拉的 也可以在这里和大家 共同分享 在评论区 在留言区学评论 好吗 然后这只股票 也值得关注 一种大涨上去 也是冲破了盘整期 盘整期突破了 是否再给机会回来 在这的时候 一直盯着他 但是走到这 以为再回来 没回来 上去了 然后又回来了 这个会不会是那种情况 再回到这 也可以大家继续关注 好吧 今天是周五 那么祝大家周末快乐 拜拜 今天就说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点赞订阅 转发评论 下次再见